这个男人浮夸地向前跑着 他身中树弹 跪倒在地后 还举手向天了好久 忽然一个炸弹把他炸翻 男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战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却在那儿挤眉弄眼 看起来像是便秘 好家伙 原来是在拍戏 因为男主哭不出来 拍摄不知NG了多少次 导演气得脑袋发晕 让托尼好好教男主咋哭 结果托尼耍起大牌 他不仅嫌男主垃圾 还嫌导演戏讲得不到位 导演暴跳如雷 远处不明真相的烟火师 以为导演发信号了 这下可好 几百万美刀的炸药全打了水漂 事后好莱坞新闻播报了这起八卦 这部拍摄中的电影上了热搜 人们纷纷把它预定为烂片 不仅如此 投资大佬还打来电话 把导演臭骂了一顿 并让现场一哥们给导演一计重拳 表示再不搞好 就立刻炒他鱿鱼 这时一个神秘男人在角落发话了 他是这部战争电影的援助作者 作为一名越战老兵 他建议要真想让演员演好 就必须让他们身临其境 导演毛色顿开 便怀着一半的报复心态 将这群傲娇演员丢到了丛林里 他扇了他们几耳光 还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他解释 接下来将改变拍摄方式 剧组已经在丛林中遍布了隐藏摄像头 并安排了越军演员来攻击他们 到时演员们只要按照真实的情绪来发挥就好 说完 卧槽 这就开始了 小帅嗨了 他立马进入角色 按照剧本上的台词指挥其他人 殊不知 刚才导演踩上的其实是没真地雷 这帮演员已经进入了金三角的毒箱地盘 可他们还以为在拍戏 远处的毒箱们听到爆炸响声 立马赶了过来 只见小帅拎着导演的头 再跟队友解释什么是道具 他把枪插进脑袋 之后还用手尝了一口 嗯 血腥味的糖浆 毒箱懵了 这年头 缉毒局的人也这么狠了吗 他们立刻向小帅发动攻击 小帅一看 敌人来了 他立马英勇的拿着假枪 一顿乱扫 扫完还丢了颗假手雷 这时 远方烟火师按下林间的炸药 一时间 烟雾弥漫 毒箱们纷纷撤退 看来这次缉毒局是有备而来 他们在丛林中一番查找 逮荡了烟火师和老兵作者 把两人压进了基地 烟火师请求老兵想办法 但这时老兵怂了 原来他根本没参加过越战 那本书是他杜撰出来骗人的 烟火师气得当场爆粗 结果直接被毒箱塞住嘴巴 另一边 信心满满的小帅 带着众人在林间跋涉 可托尼越想越不对 他感觉刚才那颗头不是道具 小帅装起逼来 认为托尼这种文艺演员 应该没见过动作片里的血腥道具 托尼反唇相激 说他之前文艺片里的傻子 是本色出演 两人暗中斗气 他们来到一条河边 托尼觉得小帅已经把他们带偏了 他把小帅的地图抢过来 好家伙 再偏一点 他们都要出镜了 托尼直接退出 带着其他演员要回到原地点 小帅很不高兴 他坚持要完成拍摄 便独自一人踏上了路途 然而过了一晚 小帅就被毒箱们抓了 他误以为自己来到剧本中的战俘营 表现得十分硬气 还和毒箱互相喷口水 毒箱火了 直接把他吊在水里进行刑罚 没想到小帅死不求饶 硬是要展现美军士兵风骨 于是毒箱老大亲自登场 但对方竟然是个小孩 小帅懵了 剧本上没这段啊 这时老大一把烙印 烙在小帅皮肤上 完事还拿鞭子猛抽他 小帅终于顶不住了 开始疯狂求饶 可这一球 毒贩们露出惊讶神色 哎 这不是那个傻子片里的傻子吗 好家伙 合着这伙人是小帅粉丝 他们换了种方式折磨小帅 立即摆了个舞台 逼迫小帅给大家演傻子 这会儿演员已经彻底迷路了 之前吐槽小帅的托尼 现在连自己都看不懂地图 他们兜兜转转来到了毒箱村 拿望远镜一看 哦吼 小帅给抓了 还被毒箱逼迫演傻子 托尼有点不忍 打算去救同伴 因为他知道沉迷一个角色 会给演员的心理 带来严重后果 于是大家商量好了计划 准备给毒箱村来个突袭 首先托尼发挥自己的高超演技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越南农夫 他把大胖送到毒箱村口 自称抓到了一个基督局的人 而另外两名同伴趁机潜入村内 但没想到 毒箱老大一听就识破了托尼的美国口音 托尼见识不妙 直接拿出假枪开盖 毒箱们纷纷握倒 可这时 大胖脑子抽了 他毒瘾一犯 抱起老大就往屋里跑 想让对方把毒品给他 结果老大是个功夫狠人 三拳两脚就放倒了大胖 大胖脑子一热 直接要跟老大拼命 最后凭借自己强大的隐君子意志力 战胜了对方 另一边 托尼和同伴来到屋内 迅速救下了其余同伴 此时 烟火师和老兵正用喷火器跟毒箱作战 见托尼等人开车赶来 他们迅速跳上车 在枪林弹雨中撤离了现场 不一会儿 一行人跑回了直升机接他们的地方 可这时 毒箱也追了过来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小帅脑子抽了 他觉得毒箱粉丝们 比好莱坞更认可他的演技 说完就往回跑了 结果跑到半路 小帅又跑了回来 原来他的粉丝改变主意想杀他了 就在这时 老兵按下炸桥按钮 一瞬间热浪四起 小帅整个人被炸飞了出去 尘埃落定后 他躺在泥地里神情恍惚 他开始说起影片开头时的台词 托尼赶紧去跟他对戏 但这次 小帅终于哭出来了 两人正式结下了友谊 托尼扛起小帅就往回跑 大伙坐上了直升机 迅速撤离 几个月后 这部阴差阳错拍出来的 真实电影《闲鱼翻身》 获得了全国观众的好评 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托尼亲自给小帅 颁发了小惊人奖杯 投资大佬也十分开心 在办公室扭起了屁股 作为一部大排云集的搞笑片 不知大家是否看出 片中的投资大佬 其实就是阿汤哥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热带惊雷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